哈喽大家好 我是浪米营养师 你要养生 再过几天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节日 端午节了 朋友们 你们放假了吗 我想了好多人都会放假 而且啊 好多人呢 都会吃粽子 但端午节 在农村呢 还有一件比吃粽子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割艾草 回家煮水洗澡 这不啊 我老妈呀 今天早上 就早早的催我到山上来割艾草了 他说呀 迟了 就被别人割去了 那为什么在农村呢 那么多人呢 在端午节要用艾叶 这个洗澡呢 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今天啊 就来给大家说说 他的三大妙用 看完了 记得收藏转发哦 艾草 大家看了 就是这种草了 它的别名呢 叫冰苔 伊草 黄草 艾蒿 在本草岗蒙上呢 有记载 它是啊 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全株啊 蜜背 白饰有绒毛 这个护 椰丝附生的 中部 这个椰卵状 三角形 或是椭圆状 椭圆形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 都有这个 有生长 在这个农村呢 呃 用这个艾艳啊 煮水洗澡 老人说洗完后啊 这个蚊子啊 就不咬了 其实呢 是这个艾草啊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这种香味呢 能够驱赶蚊子 呃 给孩子啊 大人 洗澡啊 都很好 不仅呢 对这个驱蚊子 对皮肤问题啊 呃 肺子呢 都有很好的帮助 艾草啊 呃 它还是这个 很好的食材 呃 可以呢 摘取它的 这样的扔筋液 啊 可以用它来泡茶 叫艾叶茶 也可以呢 煲汤啊 叫艾叶汤 还可以做成那些粥啊 呃 叫艾叶粥 这对我们 这个哮喘啊 呃 喉咙不舒服 的人来说 呃 有帮助 我们呢 还可以呀 把它晒干 呃 用它泡茶也可以 呃 另外呀 对于睡不好觉的人来说呀 用晒干的艾草 做成一个艾草枕头 呃 每天呢 晚上整着它睡觉啊 对我们的这个 睡不好觉的人呢 有帮助 听完了 这三大喵用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 端午啊 人们那么喜欢呢 呃 用艾草 呃 你还知道它还有哪些养生作用啊 可以把你的经验呢 呃 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呢 来学习 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 收藏 长安点赞 由我 向发 具体应用了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应用 我是龙明营养师 鸟养生 大家呢 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 评论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看